他是想Amak說這些社會議題 還是說Alice這個個人的故事 因為我手段在做 assembly 她在結束 《Isang-Narada的Elli thoughts》 所以這裡經過開始 《Isoang-NaradaElli》的過程 《Isang-NaradaElli thoughts》 《Isoang-NaradaElli》的畫本 在之下 並且繁榮的線是不相當的 專長並沒有 《Isang-NaradaElli四》 《Isang-NaradaElli thoughts》 《Isang-NaradaElli thoughts》 《Isang-NaradaElli thoughts》 《Isang-NaradaElli Rabbit》 《Isang-NaradaElli thoughts》 《Isang-NaradaElli thoughts》 《Isang-NaradaElli thoughts》 有共同的部分 主人同樣是自己的意志和無謂之間 而自己的意志和無謂之間 而是同樣的 所以這首歌的節目 是在寫成的 說回故事 英文的片名有Alice 聽起來就很童話和夢幻 但在這部電影創作的時候 首先已經想到劇本 就是想說一個比較 描寫社會英文面的故事 例如剛才所提到的問題 如果你說女主角和故事裡的Alice 有什麼共同點的話 可能就是她們都好像失去了自己 好像人在江湖 但又完全不太知道可以怎樣做 很多她們跟著做的行動 或者她們的意志都不受她們自己控制 都好像是聽名於其他元素 或者其他人 是表現出這個故事的 另外一部電影一直是有點悲哀的 Alice的故事也挺悲哀的 但另一方面也有些喜劇 即是Vision上的喜劇效果 其實她自己創作的時候 即是那些喜劇或者比較漫畫化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有些受 因為很漫畫化 即是入管漫畫的影響 還是有一個商業的考慮 想令到那件事不太沉重 會開心些 是Vision 那些可惡的精神 所以表现方式是很浓烈的 saya拍摄很多角色 我感到最新的角色 我感到非常浓烈的 我感到極端的角色 所以我想到最新的角色 是在社會上的故事,但我認為是最適合的角色 首先,大家看到故事都會感覺到非常慘,也很黑暗 所以他覺得如果再用一個非常慘或黑暗的方式去表現給大家看的話 就怕沒人看,實在是太慘了 所以他也希望有多些黑色戲劇的元素 因為現在韓國的電影都很流行,黑色戲劇的元素放在電影裏 所以他希望將這件事放在裡面,也讓觀眾看起來不會太慘 他覺得是否有漫畫化的做法,呈現方法? 那些戲劇的,黑場戲劇的元素放在電影裏面上的角色 其实是实际的实际的故事 但是表现是广场的广场 那是广场的实际的生命 更正确的方式 是否我认为那种状态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那种状态的状态 其实我认为广场的广场 广场的广场 所以我认为那种状态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那种状态的状态 广场的广场是广场广场的状态 他就说回 其实你看到那些暴行或杀人的场面 其实他自己也想形成了一些广场 一些比较奇想的感觉 不想做到太过现实的感觉 所以有点夸张化了 但是当然你看到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是很残忍的一个感觉 很血腥的 其实他自己本身的意图 就是想尽量做到他已经轻轻一点 或者尽量漫画化一点 或者奇想一点的感觉 观众有没有问题吗 我是这样问的 大家很静的 中间有位观众 我想问拍这部电影 导演觉得最困难是什么呢 最困难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是最困难的 但是我以前回应看到 我看来很难做 我一回到很多人理想 我看来都很难做 因为我看来都没有问题 我看来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看来都没有问题 我看来都没有问题 我看来都没有问题 你竟然買早餐給他吃 他就覺得馬上有什麼困難 都好像暫時已經下屆了 那你怎樣找到他呢 怎樣他會最開始答應 拍這套戲 原來這 我也是 最初拍的電影 我也是最初拍的 我也是最初拍的電影 所以 我看到他在家的電影 我做了一些電影 我不是說過 我沒有做過 但是 我所謂的拍攝影師 你也知道這裡嗎 我也是在拍攝影師 他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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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很不在意 他不在意 你剛才不在意 所以 李晶賢也是一位很出名的歌手 一開始他覺得一定要由他演出這個角色的導演 但基於這部電影的預算很低 他也打算用誠意把劇本送到李晶賢 他看了之後就告訴他我不拍了 拒絕了,沒有特別原因 總之拒絕就不做 於是他打算不知如何 但他也認識朴珍玉導演 大家都認識了,韓國導演比較出名 朴珍玉導演看劇本 了解他的想法後 提議朴珍玉導演是認識李晶賢 於是他跟李晶賢說 朴珍玉導演說這部劇本 推薦給他 於是他們就有見面 所有的都很偶然 於是之後 因為有朴珍玉導演的穿針人線 就可以成功叫李晶賢拍這部劇 其實我也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看完之後 我都覺得那種暴力的處理 都有點像朴珍玉 尤其是Lady of Vengeance 其實他自己創作的時候 或者因為個人都認識他 會不會特別受他的影響 如果他有影響 他會不會有影響 如果他有影響 他會不會有影響 我現在把影響 我把影響放在內 我认为这个剧场的剧场是 美国的独立映镇 会有多多用力 这么多用力 我认为了可以做一种新的剧场 所以 我认为这些剧场的剧场 我认为这个剧场 做很多的剧场 我认为特性的角色 我喜欢的剧场 的剧场 很喜歡拍攝的角色 但我喜歡拍攝拍攝的角色 我喜歡拍攝的影響 也會受到影響 導演說過,他拍攝這套時 他之前也看過很多美國的獨立電影 低成本的獨立電影 參考他們的拍法 知道了原來低成本的獨立電影是可以拍攝的 他知道了這些方法或技法之後 他也想回,你所說的影響 例如有些 jump cut 或者有些場景的轉換 這些場面的處理 可能的確是跟婆產玉導演的作品有相似的地方 某程度上受到他的影響 都前移默化,都未定 好,觀眾有什麼問題? 是,感情的 是,後面的位置 我知道你的電影在虎山國的電影很受歡迎 接下來你還是想繼續拍獨立電影 還是會參與商業電影? 因為我聽到反應好像很好 不知道她說是否最好 好,她就不會有私人 所以她想維持一個人 都不會覺得有生意 所以她也想繼續拍獨立電影 以為自己的精神 美國攝錄電影 因為我覺得你能否認識 third movie play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部電影 在香港工作 在香港工作 全州國際電影節放映 也獲取了獎金 並非在虎山電影節 因為講笑說虎山電影節的導演員 似乎不太好 覺得電影沒有選擇 不要緊 也獲取了獎金 觀眾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的話 我們在這裡完結今天的分享 其實觀眾有沒有意見給導演 或者感想? 如果沒有的話 希望導演繼續拍多些好戲 揭移不捨 剛才說了找女主角的事情 希望下次一套新戲都可以 揭移不捨再找多些好的女主角 多謝導演 多謝觀眾